我问你 王皇后的死是否跟你有关 是不是萧彻之是你做的 女儿听不懂母亲在说什么 与你无关最好 这端王一向和江王两家不牧 你爹和我呀 也是担心你 受他指使被他利用 你不要忘了 虽然你如愿嫁给了端王做王妃 可你还是我们江家的女儿啊 你的一举一动 都关系着我们江家的声誉荣辱 切不可因为你 而拖累了我们整个江家 女儿不敢忘记爹娘的教诲 虽然嫁给了端王 但事事都以江家和圣上的意愿为先 你要早这么懂事就好了 当初要是听了你爹的话 早日进宫 如今王皇后崩了 这后卫十有八九 就落在你头上了呀 江锦离竟是自己主动要嫁给端王萧彻的 那为何要洪杏出墙呢 看来事情并非觊觎后卫想谋杀 我真简单 端王妃 端王妃 多么刺耳又陌生地称为 以前本宫有夫君 有家人 有万众瞩目的身份和地位 如今却要顶着凶手的躯下 流荡在这人时间 王爷 雪莲遭遇暗杀 但我们赶到时 她已奄奄一息 锦禾一事 她闭口不言 但皇后之死 她已入室招供 她说是受端王妃之事 串通后宫功能 在皇后裙摆内加入了大量产有消失粉的棉花 这才导致皇后事故无存 面目全非 还有王妃 说 说是王妃与圣上关系不出 王妃胆敢如此猖狂行凶 也是因为有圣上撑腰 果然 王后后之死 和他们脱不了干系 将军离到 王妃在洗玉 王妃在洗玉 王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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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妃